好,我们继续 好,如热受苦处喜处忧处舍处因缘生舍受 这里是简化,就是说热受因缘生 那么这个处苦处喜处忧处 那么当他这些处舍的时候 那么这个受也就跟着舍了 所以舍受绝始如实至舍受绝 彼舍处因缘生舍受亦灭 直清凉喜莫 这跟上面都一样 只是从不同的一个角度 彼如是思维此受处身处乐处福 彼彼乐处故彼彼受乐彼彼处乐灭彼受乐意灭 直清凉喜莫 如是多闻圣地指 余舍深怨 以受想行识深怨 这个深怨的意思就是不再执着 不再执着 了解了我们的受想行识 就是随着根层出产生的一切作用 不管是苦受热受喜受多好 只是怎么样 原生原灭 原生原灭的多数无常非死 只是刹那刹那不住 我们只是被那种感受执着而已 了解了他的真相 他就深厌 就是不执着 厌故不乐 不乐故解脱之间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 修行到底在修什么 就是希望我们能离开 对于一切法的执着而产生的苦乐而受 这样知道意思吗 灭苦 这种苦 不是只有当下这一下子 你看我们这一刹那 当前这一刹那 如果没有解决 还是在执着里面 下一秒钟他还会再来 这样知道意思吗 他会相续 未来相续 死后更相续 这样知道意思吗 好 如果我们当前这一刹那 真的明白解决了 下一秒钟 不会有问题 未来不会有问题 死后也没有问题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各位 我们要论死后的问题 不如解决现在当前的问题 这样知道意思吗 死后有无 你现在没有神通 没有宿命通 看不到 说有 你会执着长 说没有 你会执着断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最好的办法 看看自己的身心 看看自己的身心当下 有没有痛苦烦恼 有没有执着 对生死有没有恐惧 自己很清楚 这样知道意思吗 那对这个法的抉择以后 他有没有受用 他有没有受用 你自己也知道 他净化了 他不再烦恼颠倒执着了 他清楚 他还有丝毫的执着烦恼 他自己也清楚 所以这个需不需要人家来给你印证 都可以自知自觉自作证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各位 修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不是为佛陀修的 不是为师父修的 不是为了好看修的 那是在解决我们生命中的苦魄 这因撒那不解决 无尽的未来都一样 这样知道意思吗 他会相续 这因撒那解决 未来都没问题 所以你说我们能不能等 我们先去留学 到一个很棒的国家去留学 等我拿了三十个博士回来以后 我再来做什么 你说这样 对不对 所以不要往东南西北方去留学 知道意思吗 当前先把握 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好 这一经 重点 就是这样子 好 再看下一个主题 第九个主题是 六思外导致非因即因 这个 如果我们不把它拿出来 作为我们政见的比较 那么我们很多人 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 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 整个社会 真的是怪力乱神 充斥人间 我们今天没有把佛法跟外道哪里不同 就是佛法的与世不共 它的特质是什么 没有把握的话 很多说 这个讲得也很好啊 那个教也很慈悲啊 那个都欠人为善啊 那个都是在行善啊 搞混了 佛法的政见不张啊 外道的非因即因啊 主杀不能成犯啊 要知道 佛法是要让我们究竟解脱啊 超越什么 生死轮回之苦啊 不是在我今天 拜一拜 求一求 生意好一点 家庭快乐一点 身体健康一点 如果只是求这个 你还是会老 会病会死啊 死后你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啊 即使你今天行善 你有禅定功夫 你升天 升天还是有时间性的啊 佛法进来还是要堕落 还是要轮回的啊 外道的修行能不能有成就有 什么成就 他们可以到 世禅天 世空天都有 但是 跟我们佛法的哪里不同 佛法是究竟解脱 要注意听 所以今天 如果把佛法的政见 真正的因缘搞清楚 我们常常会被 外道的一些观念混淆不清 土地公也拜 石头也拜 连树木也拜 是不是 然后今天有痛苦去求相命的 相命能解决你的事吗 而不知道一切因缘在自己 这样知道意思吧 这个叫非因即因啊 使我们迷惑 这个就是把外道之 非因即因讲得很清楚 我们才不会啊 落入外道的陷阱而不知之 那么下面这个就是导师啊 在佛法概论里面啊 提出来的啊 无因 谐音 谐音 正因啊 人类文化的开展 本来都是由于探求因缘啊 一切的知识 无不从这茶果之因中得来 包括我们现在的科技也是一样 会探讨他的因缘 造他的因缘 都是从因缘中去探讨的 不过 因缘极为深细啊 一般美流语错误 外道也讲因缘啊 但是他的因缘跟佛法的缘起是不一样的啊 在世尊未出世前啊 印度就有许多的外道 他们也有讲因缘的 但是以佛法的眼光来看啊 他们所讲的因缘啊 多不正确 佛法称之为邪音 或者是非因基因 还有一类人啊 因为找不到世间所以生灭的因果关系啊 就以为世间的一切现象啊 都是什么 无因的啦 偶然的啦 这一种无因论 到底是不多啦 比较多而难得教化的 要算是非因基因的邪音论 啊 对于佛法啊 佛法对于这种非因基因的邪音论啊 波刺不予以利 啊 这种非因基因是很严重的 你看我们讲因缘 讲缘起 好像很普遍嘛 哦 因为有什么原因 所以会有什么结果 这个好像大家都很清楚 那我们为什么主杀不能成犯呢 因为杀不是犯的因嘛 是不是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嘛 那我请问你 我们痛苦烦恼 我们会生死轮回相续 是什么原因 我们有没有搞清楚 我们大家都是佛弟子 都在修行 都要解脱 我们的生死轮回跟痛苦烦恼是因为 没有跪着求跟拜 跟没有嘴巴念而来的 是不是 如果是 那我们当然这样子啊 比如说外道的苦恨 他认为吃苦啊 就可以化掉我们的业力 我们的业力是因为没有吃苦而产生的嘛 这样知道意思吧 这都非基因嘛 所以一定要找到正确的因缘 就像医生看病一样 你今天身体真正发生病的原因 那个源头如果没有找到啊 乱下药啊 病不但不会好 可能还会更严重 是不是这样 同样的道理 佛法啊 这个因缘 找到正确的因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为什么导师这里讲啊 对于非因基因的邪因论 我们佛法对它的波刺是不于 余力的 因为这个一定要波刺 一定要变轻 不然大家都被外道的非因基因而迷惑了嘛 好 那么下面有几个重点 第一就是素作论 也就是素命论啊 也可名为定命论 他们说啊 由于过去的业力 敢得今生的果报 我们佛法也这样讲啊 是不是 我们这一身的福祸 这一身的善恶好坏 跟过去的因缘都有关系啊 这一点好像都一样啊 但以为世间的一切啊 无不是由全身业力招感的 对于现身的行为价值啊 也就是现身的因缘完全抹杀了 所以我们不是常常听一般人讲一句话嘛 哎呀 你哦 这一身哦 赚多少 吃多少 用多少 都已经注定了啦 是不是 很多人都有这种观念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还用努力吗 懒人也是天注定的啊 那这样子变成什么 火定了这一身的功能作用 这样知道意思吗 一切都是过去已经规定好的啦 你这一身努力也没有用啊 这一种素作论是不对 这个叫定命论 也就是说过去的宿命不能改 这种观念是错的 如果真的世间一切现象都由全身的来注定的 那就等于火定现身努力的价值 佛法虽也说由全身行为的好物 影响今生的苦乐果报 但更重视现身的因缘力 这句话很重要 也就是说 不管我们过去无始以来 造了多少的因缘 多少的二因二缘 只要你能够当下发心 能够忏悔 能够follow 能够用功探求真相 能够用功修行去解脱 人人还是有机会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佛法讲的缘起论 知道吗 不是宿命论 缘起论是什么 一切法他不定的知道吗 随着因缘一直在变化 刹那刹那在变化 好的会变坏坏的会变好 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你没有正确的一种 知见思维行为 你带来的果报 随着你的因缘而变 所以这一生的努力非常重要 我们做个比喻来说 佛陀的时代 是不是有一位叫央杰摩罗 我们都知道 他杀了99个人 他最后还要杀佛陀来 来怎么样 凑个阵数到一百个人 结果被佛陀度化了 是不是出家了 后来他虽然在修行的过程很辛苦 因为大家看到他都认为他是恶魔 所以他拖拨拖不到东西 他走到哪里人家石头打他 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像以前 会杀人 会有凶相 他变成怎么样 很慈悲很内敛 结果他很辛苦 修行受到很大的折磨跟辛苦 但是他后来还是赠了阿罗汉 你们了解吗 杀了99个人的夜 也不要讲过去的夜 这一身 那个夜报如果从我们现象来看 有多大 为什么他这一身能够赠阿罗汉 而不受活用 很多人都会讲 那夜报他还了吗 你不是欠人家多少要还吗 还才会清吗 是不是一般的讲法就是这样子 我也听很多法师在电视上讲 他说我们的阿赖耶士 他就画一个圈圈 他说这个代表阿赖耶士 他里面点点点点点点点 一直抹黑 他说这里面有无数无数的业力 过去所造的业果业力无限那么多 然后中间有一点 中间有一点跑出来这个圈外 就是这一身我们来投胎了 你想想看 在那么多的阿赖耶士无限的夜报里面 只有一点跑出来这一身的因缘果报 这一身就算了了 那那个里面还有多少 那如果照这样的讲法 请问我们何时何年何日能了 这样的讲法是不是佛法的圆起论 注意听喔 所以我常常讲很多佛法听起来好像是 其实问题是很大的 这样知道意思吗 圆起论佛法讲的特质就是圆起论 圆起论的内涵如果没有渗透 跟外道的邪剑常常混在一起 问题很大的 那我们众生就怎么样 永远没有机会啦 只有怎么办 有那么多的阅历你怎么能了 你这一身跑一点出来 你这一身搞不好 不但那一点没了 还增加更多进去呢 那何年何日能了 哪一生能了 所以最后怎么样 说我们众生没办法 这样知道意思吗 来一个总核定 我们众生绝对靠自立是没办法的 这样知道意思吗 因为越增加越多嘛 你不可能轻轻嘛 所以最后只有一个办法 怎么办 靠某一尊佛 或者是上帝 知道意思吗 创造主 他来消我们的业 来赎我们的罪 其他没办法 这样你们知道严重性吧 佛法是讲这个嘛 注意听啊 我们这个重点点出来 只是要让大家知道 非因即因的严重性 误导了我们修行可以解脱的因缘 这样知道意思吗 不然罗霍罗也解脱 射立佛也解脱 周里盘陀且 听说 念上一句 忘记下一句的 这一种知识也能证阿罗汉 那是凭什么 央杰摩罗也证阿罗汉是凭什么 注意听啊 佛法的余世不共的伟大就在这里啊 我们今天没有提取佛法的证件 它的真正的伟大的地方 反而把邪见搞进来了 火定了我们自己 我们只有靠其他的来庇佑我们 你还有机会吗 那个不是佛法的证音 知道意思吗 这个太重要了 导师就说啊 如小孩出生后 身体是健康的 或因为扶吃乱喝已至生病死亡 这能说是全身造定的吗 如果可以说是全身造定的 那么强大无理解脱来的财物也应该说 是全身造定的 所以你如果派文 让我给你抬死 你真是欠罢了 所以你不贪万贪 全身造定的嘛 这种讲法不合理 这样知道意思吗 那么为非作歹的人 他就有理可讲了是不是 佛法正确的因缘论 是彻底反对这种抹杀 现身努力而专讲命定的 佛法与宿命论的不同 就在重视现身努力与否 也就是说 当下生命的展现 一切问题要在这里解决 你们想想看 我们不管过去多长远 不管过去多长远 如果它是相续的因缘 因缘是相续的 那么现在活在当前的这一刻 是不是过去以来展现的果报就在这里 那么如果这里像一个轮回 现在这一点如果能停止 它下面就不会继续的这样轮回 这样知道意思吗 如果这一点没有停止 它就是继续再轮回 这样知道意思吗 那么我请问 这样五死一直在轮回 环转的轮回 我们该在什么地方把握让它停止 过去的 过去的 来不及 未来还没有到 要在什么时候 注意听啊 很重要啊 我们从来没有把握当下 不但没有把握当下 而且没有活在当下 我们每天在思考过去的 世费恩怨好坏 得失 在想未来要怎么去创造 怎么去改造 有没有一个人真正的 不落于过去 不落于未来 当下是如此的清静 如此的觉知 如此的明白 活在当前的一刻的人 这种人有没有 佛陀啦 圣弟子啦 我告诉你 我们就是要学这个 我们很少活在当下 表面上我们都活着 对不对 好像我们都很清楚 对不对 我可以告诉你 真正活在当下很清楚的人很少 不是活在过去就是活在未来 不是活在世费 就是活在未来的幻想 再不客气一点 活在我们的习性 惯性的幻想中 没有一个真正活着清静一秒钟 真正清静明白的人 这个叫佛陀讲的 佛陀讲的 不是我讲的 语痴 无闻 凡夫 众生 这样骂得够惨吧 所以我们无始以来都在扮演这种角色 所以今天我们学法 真的很重要 把握到佛之所以成佛 圣弟子之所以成圣弟子 佛证悟的是什么 他开示这些圣弟子的法是什么 我们也要体会这个 我们也要依法奉行 我告诉你 百分之百人人机会平等 而且人人发心 人人用功 人人把握政见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 这个是必然的 注意听哦 我今天讲这个话不是狂妄 如果不是必然的 注意听哦 今天就不用修行 法没有必然性 这样知道意思吧 因为因果有它的必然性 这个是宇宙的真理法则 佛陀就是发现了 原来啊 因果啊 法有这样的必然性 他找到了正确的因跟原 所以他知道了 因此而欺入 就是找到这个必然性 今天如果正见正法不能让我们解脱 那我们信他干什么 所以注意听哦 学圣法 学正法 学正见 依法而行 依法而正 确实是人人可正的 而且是必然的 如果不是佛法就不伟大 这一点 我在今天跟大家肯定的讲 是确实如此的 所以大家要珍惜 要好好把握这一生 每一个当下 每一刻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吗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吗 世尊正法律 县见法 李痴然 不带实解 原知觉知 有没有 这是佛陀讲的啊 是不是每个当下都有因缘 是不是 不带实 不是一定要什么时候 就在生命的每个当下 县见法 在生命当下如何去 发现法的真相 这样知道意思吗 发现生命的实相 在哪里发现只有当下 离开当下没有机会哦 如果明白这个 为什么那些圣地子 每一次请佛开示 回去他就说 我会怎么样 图一净处 专精思维 为什么 因为他不能离开当下 他不能等 我告诉你 等待的人 永远达不到 等待明天 永远有一个明天 这样知道意思吧 等待的人永远没有机会 要把握每个当下因缘 当下随时都可以契入 这个才是法的重点 大家要记得 好 第二 叫做尊佑论 这是将人生一切的遭遇啊 都归结到神的意志中 以为世间的一切啊 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奈何的啦 要上帝啦 或者是大饭天啦 才有这一种力量 创造而安排世间的一切 对于这一种尊佑论啊 佛法是彻底的否定 毫不忧郁 啊 这句话大家要记得 彻底的否定 而且毫不忧郁 因为啊 世间的一切 有好的 也有坏的 如完全出于神的意志 最等于否定人生 这是莫大的错误 不自己努力 但是在神前祷告或者是许愿 要想达到目的 必然是不可能的 佛法 否认 决定一切命运的主宰 人生的好坏 不是外来的 啊 须由自举 以大家来决定 你们想想看啊 我们今天 如果想当个律师 是不是要具足律书的条件 当一个会计师也是一样 好 当一个什么角色都一样 都有必须他具备的条件 比如现在在联考 大家把准考证 去佛前 去神前拜 大家都希望怎么样 能考上台大 最好的 我看哦 如果那个主宰是真的的话 我看他烦恼死了 我们今天 如果自己不充实 没有内涵 真的拜一拜 我们就会考取嘛 我们拜一拜 会变成律师吗 我们求一求 会变成医生吗 可能吗 你在那边耗资懒作 你求一求 你会变成护翁吗 啊 我们的命运是交给这种 无知的 未知的一个什么 然后我们每天寄托在那边 这个真的是智慧嘛 真的 今天如果不学法 不学缘起法 没有佛法的证件 你看我们整个社会 现在的一个生态 是什么样一个生态 是不是都在怪力乱神里面 我们感到痛心的是什么 就是看到社会整个 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 感到痛心的是我们伟大的佛法 竟然在社会上是这样的不明显 也就是证件不脏 没有普遍的在社会让人家明白 如果今天我们佛法的证件 在社会上是普遍的教育 家家户户 家家户户 每个人都有熏悉这样的证件 这些外道的怪力乱神能存在吗 今天要进化这个社会 是不是应该把佛法的证件散播人间 每个家庭最好都有机会来熏悉 不是少数人 几个博士寿司在上面掺高调 这样知道意思吗 普遍的社会进化 一定要普遍的证件宣扬到每个角落 所以你们要知道 今天的社会是这样子 我们身为佛弟子的 真的要有一分的责任 我们怎么样把佛法的证件 想办法 散播到人间的每个角落 每个家庭 让众生都有机会 闻法 听到证件 不再受迷惑 是不是我们社会就不会被那些怪力乱神 那些神棍来骗 整个社会好可怜 大家都在痛苦中烦恼中 哪一个能够因为得法而受用 所以我们要知道 今天修行 我们不是为了掺高调 我今天得了什么通 我今天得了什么定 我今天境界多高 我请问于是何补 于世界有何什么利益 我们今天真的耽误自己 就是怎么样的散播政见到社会民间的每个角落 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 唯有政见普遍世间多能接受明白的时候 这个世间才有进化的机会 每一个人也才有解脱的因缘 散播这个种子重要不重要 注意啊 不是只有我们个人的利益 今天这件事情大家不重视 主注重个人的发展 请问这个人间哪一天能进化 真正的菩萨的话 要把握重点 这个因要把握 要这个因的上面来播种 这个佛法才会形成 人间才有机会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上课 我常常讲 我并不是为了眼前这些人上课而已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在拍摄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影带 DVD 主要就是希望它 能够散播到每个家庭 世界的每个角落 让这个政见 能让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有机会听到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有的人不理解 你们什么条件 想要做到这样子 对我们确实没有那些条件 但是我们有那个愿力 我们默默的一路走来 到今天慢慢有一点小小的基础 所以我呼吁大家 不要只看眼前的利益 不要只自私的为个人的解脱而已 更要把政见散播人间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 我们佛法才不会被外道而消灭 你们知道 印度佛教灭了 现在要复兴起来很难 佛教在印度是发源地 这么伟大的一个宗教在印度灭了 你们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严肃的问题 你们知道吗 我们中国的佛教 清末民初到什么程度 现在我们台湾看起来蛮精神的 慢慢有复兴的迹象 但是请问 政见有散播人间吗 它的危机是不是还存在 我们要生死 所以今天不是我 只有我们个人解脱受用 想到我们佛教的未来 我们佛教的复兴 我们该要进一步什么样的心力 所以我呼吁大家 除了我们法上用功 个人能够建立政见 讨好受用以外 发发心 怎么样把政见散播人间 这个是我们最要做 最急着要做的事 所以我常常呼吁大家 共愿共行 共同的愿望 共同的理想 一起来做 一起来走 我们才有力量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 如果这样发心 共愿共行的菩萨越多 我们佛教就越有机会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不管未来季有多长 我们绝对坚决的一路走下去 希望大家共愿共行 所以以上所说的两类思想 在佛法长期的流变中 多少混杂在佛法中 我们必须认清 简别才好 这几句话 你看导师啊 多么的语重心长 长期的流变中 我们佛法到现在2500年 有多大的变化 什么样的思想 什么样外道的思想混进来了 我们一定要抉择清楚 所以导师就讲 我们必须认清 简别才好 不然导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把整个大乘佛法 发展的过程 还要把它怎么样 这样的抉择 为什么要抉择大乘三系 为什么要抉择不派佛教 为什么要抉择根本佛法的特质 就是要让我们认清 什么是佛法的正知见 什么是佛法的源头 没有认清这个 外道混进来也不知道 好佛法本身内部生虫 腐烂 外面稍微 一影响灭 就是这样的 所以导师说 务必自服而重生 佛法内部思想没有问题 之间没有问题 今天外道怎么样的来 影响我们 我们也不会被灭 但是今天佛法为什么在印度会灭 我们本身的思想已经有问题了 知道意思吗 这个叫长期流变中 多少混杂在佛法中 你看导师这样短短几句话 对不对 二三十个字 你知道导师 一生就为这举个字而奋斗 而抉择佛法 把一生的生命智慧都奉献进去了 你们几个了解 你们知道导师是为什么 而做抉择佛法 他有多伟大 他智慧有多伟大 你们体会不到的事就是在这里 除此两种谐音论而外 有的也谈音缘 也注重自作自受 但还是错误的 像印度的苦恨外道们 以为现在身中多吃些苦 未来既能得乐 其实这苦是冤枉吃的 因为无意义的苦恨 与自己所要求的目的 好没有一点因果关系 这也是非因既因 这可见一般一些人表面上好像是谈音缘 就其实都是血音 吃苦将来就能得乐 牛一定解脱 是不是 以前的牛是不是很苦 要工作要劳累 最后还要被杀还要被吃 就是 如人生病 述作论者说 这是命中注定的 那么尊佑论者说是什么 是神的惩罚 唯有祈祷上帝 有的虽说病由身体失调所致 但 可以找方法来致 但又不认清病因 不了解药性 不以正当的方法来致 以为胡乱的气点什么 或者画符念奏病就会好 导师所讲的这些现象 是不是我们普遍现在社会的现象 佛说一切现象无不是有因果性的 要求正确而必然的因果关系 不可笼统的讲因缘 这里有两个字 必然的因果关系 这个必然的三个字很重要 如果我们今天讲因缘中间没有必然性 你不要以为它是真的 佛法所说的因果 范围非常广泛 一切都在因果法则中 但佛法所重的在乎思想与行为的因果律 这句话大家要注意 这个要画起来 因果很广泛 但是最切身 最主要的是什么 思想与行为的因果律 指导人该怎么做 怎样才能做得好 小呢自己得安乐 大呢使世界都得到安乐 得到究竟的解脱 思想与行为的因果律 老师往往 在一个文字中淡淡的就这样一句 我们一看就这样糊里糊涂过去了 其实你们想想看 这句话有多重要 我们今天的一切行为 身与欲的行为 会造成我们的痛苦烦恼 还有生死相续不断的条件 是从哪里来的 观念思想知道吗 今天一切的行为造作 里面有一套思维模式 这个是观念思想 佛法叫知见 这个知见 如果因果没有必然性的那个知见 对你是没有利益的 所以我们修行佛法讲八真道 第一个为什么叫真见 第一要导正我们的观念思想 是不是这样子 我常常用电脑比喻我们讲很多次 电脑的软体程式就像我们输进去的思想 观念思见 它出来的功能就一定的 什么样输进去的软体程式 它出来的功能就是跟那个软体程式相应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也是一样 为什么每一个人习性不同 为什么每一个人行为观念不同 因为它里面的思想之间不同 也就是说你所接受的观念思想 影响到你的身心行为 那么主要就是思想的问题 主要就是知见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几个人 真正认清我们里面那一套软体 就是我们的思维模式 我们输进去的软体 根据什么而放射出来的指令 让我们产生生生语义的行为 你里面那一套软体 思维模式 你们有没有一个人真正认识自己那一套的 有没有 没有 我敢讲没有 那你说我们的行为 能不能一定跟政见相应 所以我为什么我们一直痛苦 烦恼生死相续不断 这样知道意思吧 我们在错误的之间中 在幻象中 在习性中 自以为是中 我们认为我们看到听到 想到的都是对的 其实我们看到只是都表面很肤浅的 都没有看到一切包括身心 一切万法的真相 内在的实相 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 这一套模式 这一套思想 怎么会带来幸福解脱呢 所以我常常讲 我们第一个要反省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像佛 像这些圣地者们一样的解脱 清净自在 就像他讲的 直清凉即净解脱 为什么我们不能 我们有没有反省 佛陀所悟的是什么 佛陀所修炼 所看到的真相是什么 他教导他的弟子的内涵之间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跟他完全一样 我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正确的因 我们之间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思想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没有一个人真正的 从内心 尤其是我们的思维模式 我们的知见 我们的意识活动的 表面意识到潜意识 内在的这些条件 我们真的曾经观察过吗 我们真的了解 所以我说我们没有真的了解 我们都活在什么 习性 惯性 惯性 自以为是的惯性中 所以修行第一 为什么要上课 要建立正确的知见 这个叫正知见 正知见 正知见有什么功能 先破见或知见上的错误 观念的错误 你会比较 你会去替代 你错误的观念 当正确的观念 接受的时候 我们错误的观念 才会放弃 这个还是什么 表面的 表面意识的部分 但是透过这个正见的讯息 我们才有机会去怎么样 反省 观察 思维 深入去体察自己内在的条件 发现我们思维模式的问题 发现我们知见的问题在哪里 当你的知见建立的正确的时候 你的身与意 一定随着你的知见而转变 为什么 因为身与意是由知见来主导的 知见转化了 身与意自动会随着知见而使用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第一 政见 第二才有正思维 我们的思维模式 如果不是跟政见相应 跟习性相应的话 那种思维模式会正确吗 身与意行为会正确吗 所以政见建立以后 我们的思维模式 是依着政见而思维 这个叫正思维 有正思维 带来的身与意 才会正确 这样知道意思吧 好 我们的知见建立了 思维模式也改变了 身与意也改善了 那我们的起心动念 是不是也随着政见而行 那起的每一个念头 是不是叫正念 这样知道意思吧 好 前面这些都建立了 然后你很用功 很精进的去修习这些 然后精进的去实践这些 最后 你内在的那些扰动的 错误的 颠倒的 让你痛苦烦恼条件都没有 都完全消失了 那个时候里面没有扰动分子 来的身心现象就是镇定 这样知道意思吗 镇定注意听哦 不是禅定的定 禅定的定是使意志 我们的意识浮压下来 这样暂时不动 这个里面内在的程式是没有改变的 我们今天讲的镇定不是这种禅定 是知见建立以后 思维正确 身与意正确 出来的念头都正确 里面已经没有错误的一切思维模式 没有错误的一些意念 所以里面没有扰动分子 这样知道意思吧 这样身心是自然的定 这个叫本定 法律式的法定 这样知道意思吧 这个才是镇定哦 这种镇定才能究竟解脱哦 那么这里跟外道修禅定的解脱 一样不一样就知道了 佛法讲的镇定 跟外道修的禅定 哪里不同 这里就已经可以知道了哦 这样知道意思吧 这个是观念的问题 今天我们如果不把这个观念釐清哦 我们不知道知见的重要 为什么要上课 为什么要亲近善事 你的错误行为 错误思想 马上把你导正 把你指出来 你才会发现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错误中不知道 没有人点 没有人指导 我们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错的 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所以活在自以为事里面 只有怎么样 受苦的份啊 就是这样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